在消防弟兄及民眾的見證之下 完成了政車儀式 為完成家中長輩的遺願 地方的三星人士 贈送給國縣消防分隊一輛請勿消防車 選在今天上午舉行政車典禮 藝人吳國昌及消防局長 都特別列臨現場致意 這裡要謝謝你 和俠 鋼俠 這個包圍很大的愛系統 我們幫我這種愛系統產線 我們可以拋磚領域的作用 那麼未來的對社會最高 大家都像頂家 這種心情 這種國際心 中國社會也更加富翁 也更加健康 鮮紅色的外表 在太陽的照射之下 更顯得閃閃發亮 百萬級的修律 豪華的內裝 讓消防弟兄是迫不期待的上車體驗 2.2公升柴油引擎 六速手自排 電子式可編輯和渦輪系統 最大馬力可達197匹 加上小巧的外型 更有助於偏向地區的救援型物 國安分隊有這台新的 這個勤務的指揮車 未來對我們的救災效力 必定的強調 還增強它的行政效力 和搶救的速度 未來這輛車的用途 一旦在發生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國慶鄉 道路是非常的狹窄 而且山區非常的多 就可以載著我們的 各個救災人力 到達現場來搶救 另外呢 也可以提供我們婦女 防火宣導隊 到家戶 各個愛家愛戶 來實施這個防火宣導 這樣的一個工作 議員相當的感謝 社會善行人士的愛心 便希望以此作為借鏡 讓社會更加溫暖 便希望弟兄們 能夠更加珍惜得來不易的資源 那麼在這裡感恩 就是我們中家的祖孫 也來祈免所有的消防 各家庭的兄弟 那麼我們接受到這台車的觀景 我們本來可以回饋社會 這種的態度 警戒認真打拼來為民服務 議員及局長等人 也上前來合照 記錄下這歷史性的一刻 也希望分隊在各界的幫助之下 執行勤務上 能夠更加順遂 明明新聞這麼詳 國姓採訪報導